大家好,这里是波波多纳 今天我们来讲怎么开启UT模式 FIFA21还没有正式发放 虽然FIFA21界面会有变动 但是内容大概和FIFA20类似 我们这期借用FIFA20的画面 聊一聊打开UT以后的第一个小时 该做些什么 我们这是一个全新的账号 第一次登录UT 然后进来了以后是过场动画 可以直接点A跳过 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选择新手包 这里选的新手包会决定你的球员 大部分是由哪个国籍的球员组成的 如果我们选英格兰 大部分是英格兰球员 如果我们选择巴西 大部分是巴西球员 之后我们会利用这些球员做一些任务 这些球员你几乎不会在比赛中用 所以不用考虑它的实用性 大概率你会用来做SBC 或者就是做最基础的任务 最基础的任务里边比较难的一些 是跟化学相关的 或者说是跟默契度相关的 有一些任务对默契度的要求比较高 我们还是要在市场上买球员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五大联赛所在的国家 可以减小我们买球员的难度 巴西和阿根廷都有不错的球员 但是巴西和阿根廷的球员都分散在五大联赛 这样不容易造成绿线 法国球员分散在世界各个地方 很大的概率你得到的法国球员是来自不同联赛的 会增加默契度任务的难度 英格兰的球员本身是不错 但是由于英格兰的球员大部分在英超 英超的球员在开档的时候非常火热 如果你是林克的话 英格兰可能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德国和西班牙都还不错 但是综合考虑 意大利可能是最佳选择 我们这里就选意大利 我们可以看到他给了三个普京的意大利球员 其实我们运气并不是很好 拿到了一张英超球员 这样会给我们搭化学带来一定的难度 好在另外两个球员都是一甲的 另外我们还得到了八个银卡或者是铜卡的意大利球员 他们都来自一甲或者一一联赛 这对我们搭化学很有帮助 我们进来以后并不需要做什么 我们直接点暂停键 这里游戏会给我们一个高评分的租界球员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选择前锋 租界球员的选项就是前锋 如果我们需要的不是前锋 我们可以点取消键 然后再换中场 这个时候游戏就会给我们不同的选择 我们还可以换到边前位 或者是左边前位 或者是中位 右后位 左后位 还可以选择门将 如果我们选择一名替补的话 看到的还是刚刚那些选项 在游戏初期速度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尽可能选择一个速度非常快的进攻球员 奥巴梅扬其实是很好的选择 但是没办法融入我们的阵容 我们这里为了搭建化学 选择这个油纹的边前位 接下来我们要选球一 这里的球一选择以后是可以交易的 这里我们选择阿根廷 客场球一我们选择英格兰 接下来选择对挥 对挥是一样的 也是可以交易的 我们这里选择巴黎圣日尔曼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新手包的选择 以及对挥球一的选择 点继续 接下来这个画面 我们直接点退出键 去UT主菜单 进入游戏主菜单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金币是零 游戏在开档的时候会给一些包 当然我们进来第一件事也是要开包 这些包很有可能会对我们做接下来的任务有所帮助 我们去到商店首先是一些球衣 开档会送这个欢迎组合包 我们把它开掉 提马利亚租借其成 点RT把所有球员都放回俱乐部 接下来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我们去做基础任务 除了基础任务以外 我们还有里程碑 赛季目标和赛季进度 其他三种任务都需要打比赛 我们待会再讲 基础任务相对比较简单 很多都不需要打比赛 我们可以很快的完成这些任务 为我们积攒初始资金 基础任务里面有基础知识 还有阵容创建挑战 还有单人模式 还有竞技比赛和友谊赛 我们先来完成不打比赛的任务 第一个站位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球员 并没有出现在他们该有的位置 比如这个左后位出现在了右后位的位置 我们把它移到左后位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那个目标 这里我们得到了我们的第一笔金币奖励 150 我们同时很幸运也完成了另外一个目标 因为我们在移动球员的同时 也增加了默契度 这个任务完成以后 给我们一个黄金奖励组合包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包开掉 我们先来更改俱乐部名 我们只有一次免费更改俱乐部名称的机会 现在基础任务还剩最后一个 需要打Squad Battles 单人模式刚好也需要打Squad Battles 一个是要打周黑阵容 另一个是要打精选阵容 还有一个任务是需要赢一场Squad Battles 所以我们如果对阵一个精选阵容 或者是周黑阵容 并且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那我们会完成这三个任务中的两个 并且会把基础知识这一个任务完成 大家在完成任务的时候 注意这样的组合 如果安排合理 会给我们省下一些时间 我们这里去打一场线下比赛 点精选阵容 游戏开始的时候这个阵容没有这么强 相对于我们上手的阵容还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打很低的难度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精选阵容和其他的Squad Battles的比赛不太一样 这里如果是初学者赢了的话 给1500分 即使是输了比赛 也给1400的积分 每上升一个难度 增加50到100的积分 考虑到这里积分差别很小 我们就选初学者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保证胜利 而且可以挂机 这里阵容我们不做任何调整 方便于我们待会做其他任务 好我们打完了我们第一场Squad Battles的比赛 赚到了471的金币 我们本来只进一个球就可以 但是我们为了完成其他的一些任务 我们进了四个球 所以我们这样我们基础任务就完成了 基础任务完成以后 我们会解锁阵容管理和默契度 以及转会市场的任务 另外我们同时解锁了单人模式的两个任务 因为我们打了一场比赛 所以我们每日目标也完成了一个 这里得到了180的经验 游戏最开始只有第一周的任务 但是现在是赛季中期 我们可以看到两周的任务 第三周的青铜 需要助攻三个 凌空抽射 还要打进三个球 这三个任务我们都在同一场比赛中完成 第四周的青铜任务 完成两次助攻 打进两个推射 我们也在同一场比赛中完成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很多经验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赛季进度 因为我们刚才在同一场完成了比较多的任务 所以我们现在连升三级 第一级的奖励是金币奖励 五场比赛 每场比赛之后都给我们额外的1000金币 第二级的奖励是一个黄金组合包 第三级的奖励是一个大型优质黄金组合包 我们把刚刚获得的卡包都开掉 开完奖励以后我们继续回到基础任务 阵容管理第一个任务是要给任何人使用一个合同 第二个任务是体能 FIFA21里不再有体能卡 另外我们还需要完成一个经理合同物品 其实第一个任务和第三个任务可以一起做 这样我们阵容管理的三个任务就都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完成默契度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需要一个绿线 第二个任务需要一个完美默契链接 第三个任务需要三个完美链接 如果两个球员的国籍相同但是联赛不相同 那这两个球员之间的连线是橙色的 比如说我们的右边前卫和右后卫 如果我们两个球员的国籍和联赛都相同 他们之间的连线是绿色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锋和左边前卫 如果两个球员的国籍联赛和俱乐部都相同 那么他们两个之间的连接就是完美链接 这里的任务需要我们达成三个完美链接 我们这里比较幸运我们已经有两个布雷西亚的意大利球员 我们把他们连在一起 这样这两个球员就是一个超链接 或者叫完美链接 因为这个任务最终需要三个完美链接 所以我们这里只买一个布雷西亚的球员就可以了 这个完美链接并没有对位置有要求 所以我们可以买任意一个布雷西亚的意大利球员 把联赛调到一甲 俱乐部调到布雷西亚 国籍我们调意大利 我们这里买来托纳利 这里我们花了700金币 在游戏的最初期应该不会超过400 我们把托纳利放在右边 然后再把中后位移到前锋的位置 这样我们中后位这个中场包括托纳利 三个人就形成了三条完美链接 这个游戏可能有一些bug 我们来移动一下 最后完成了这个任务 完成以后给我们一个黄金奖励组合包 完成了默契度的任务以后 我们解锁了高级默契度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更改阵型 第二个任务是达到85的默契度 第三个任务是六个绿色的连接 第四个是达到100默契度 我们把球员移动到他们应该的位置 这里我们尽可能上意大利的球员 这里442好像不能给我们满化学 我们来换一个阵型 因为我们目前没有编后卫 所以我们换了一个不需要编后卫的阵型 这样我们达到了100的默契度 我们回到任务栏 整组高级默契度任务完成 奖励一个黄金球员包 我们先来把刚才的卡包开掉 现在我们不需要打比赛的任务 还剩转会市场和阵容创建挑战 阵容创建挑战 第一个任务比较简单 而且只有完成这个新手上路 才会解锁其他SBC 所以我们可以先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进入第一个SBC 进入第一个 这里要求一个青铜球员 任何青铜球员都可以 我们来挑选不可交易的球员 我们选择这个波兰球员 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青铜奖励组合包 再来第二步 这里有三个位置开放 这个时候我们点暂停键 可以在一次搜索中选择多名球员 我们提交阵容 得到一个青铜组合包 我们来第三个 我们再把这个阵容提交掉 得到一个青铜球员包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组SBC 得到了一个两名球员组合包 得到150金币 第二个任务要我们完成联赛和国家基础挑战组 这个任务是非常难的 完成这个任务的回报也很低 不建议大家完成这个任务 如果大家还想做SBC 建议做这个前进吧 这个SBC做起来比较容易 回报方面的话前场中场后场 包括门将 每一个位置给你一个金卡球员 接下来我们来做转会市场的任务 转会市场我们已经购买了一个物品 这里需要列出四名球员 我们可以从市场上买来 然后继续挂牌 如果想要更快的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可以开一个同卡包 FIFA21里边不会再有体能卡 所以同卡包的收益会大大减少 个人不推荐最开始的时候做同卡包 我们去市场之前先把包开掉 这个时候我们资金不多 我们可以先从普京球员入手 我们可以在市场上搜一搜 五大联赛里国籍比较好 总评相对比较高 位置相对比较好的球员 这个球员80总评 我们花500金币买到手 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市场价是多少 市场有一个600一个650 剩下的都在800左右 如果我们着急回收金币的话 可以卖750 如果我们不太着急 可以卖的更高一点 现在我们资金不太多 我们为了尽快回收资金 我们卖的便宜一点 这样我们完成了这个 列出一个物品的任务 然后列出两名球员 又得到250金币 我们还需要再列出两名球员 我们再回到市场 我们再把之前买的托纳利寡牌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转会市场的所有任务 到目前为止 值得做的 不需要打比赛的任务 都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打比赛 最开始建议大家 还是打线下的比赛 这个时候对阵周黑的Squad Battles 就是最值得打的比赛 但是很可惜 现在FIFA20已经没有周黑的阵容了 我们接下来随便打一场Squad Battles 在进入比赛之前 一定要把现有的金币 重新投在市场中 这样在等待球员迈出的过程中 我们再打比赛 比赛完了以后 我们收回一定的资金 再次投放到市场中 然后再开始一场新的比赛 这样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 这里我们已经卖出了两个球员 当然我们为了回收金币 这些球员卖的都比较低 我们利用手投现有的资金 在市场上又买了几个普京球员 把他们挂在市场上之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游戏了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的金币数是2 我们要尽可能的把所有的钱 都投在市场里 虽然我们接下来会打一些比赛 但是我们打的都是线下的 如果我们不太有信心 可以调低难度 这个时候如果去花钱补强阵容 机会成本太大了 我们利用现有的球员 阻力一套阵容 化学99 这套阵容其实一点都不强 速度也都很慢 但是如果是打线下 初期已经是很不错了 你开场以后可以让这三个替补上场 增强进攻 完全是出于示范 我们这里来打一个总评83 默契度50的球队 这个是我们的对手 中场是布兰特 还有古力特 其他位置并不是很强 我们为了测试一下 现在这个阵容的极限 我们来打传奇极 如果大家自己开档的话 这里不建议直接上来就打传奇极 最后我们5比1获胜 大家可以看到金币提升奖励 加了一千 所以我们这一场比赛之后 我们拿到了1755的金币 因为我们打的是传奇难度 所以给的积分比较高 2448 所以说这个阵容 其实虽然我们一个球员都没有买 但是勉强还是可以对抗传奇能度的 很遗憾我们挂牌的球员都没有卖出去 我们可以再稍微耐心一些 但是因为我们打了比赛 所以又多了1757的金币 这些金币我们可以再投入市场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不停的循环 打比赛 获得金币 投入市场 然后再打比赛 再投入市场 如果是零课的话 我UT开档第一个小时 大概会这样度过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帮助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请点赞 如果希望看到更多FIFA相关的视频 请订阅和关注 这里是波波多娜 我们下期见